事情是这样的 这几天我在看新出的纪录片 《人生一串》第三部 看到了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 各种方式的烤羊肉 于是我果断打开手机 下单了一只带皮整羊 没有我想象中的重 这个带皮的羊 我真是有点 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 第一步应该是去皮吧 一个冷知识 带皮的羊 比不带皮的差不多贵一倍 就为了吃上一口烤羊皮 我多花了一千块 毕竟这一下 可是吃掉了好几双小羊皮鞋 开始大些八块 羊腿整条 切点花刀 撒料腌制一整晚 明天可以做烤羊腿 整扇带骨羊排 一半顺着骨头 分成一根根羊排骨 加鸡蛋 各种调料 面粉 我想做成类似新疆的囊坑肉 烤出来是外酥里嫩的 一半把骨头一根根抽掉 留下去骨羊排肉 这种精华部分 什么也不佳了 直接串好了生烤 其他的羊腿肉用洋葱 马马味儿 串成超大串的红柳肉串 一串吃饱的那种 剩下这个就是羊蝎子 先切 不行的还是得砍 行啊 这骨头很难 很难掌握这个力度 先砍成大块 加香料炖软烂了 分成小块再烤 价值1000块的羊皮 加点香料 炖到QQ弹弹 这个烤到外皮金黄焦脆的 肯定口感特别好 羊皮也一样 炖到软烂再烧烤 最后的边角料 炖一大锅浓浓的羊汤 散装烤全羊 开始吧 该串的都串好了 来我们数一数 这只羊总共有几个部位啊 1234567 七种部位 7400元 280元 230分钟 170元 370元 太难了 太难了 420元 570元 4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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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高尘了 670元 570元 有肉吃了 有肉吃了 上肉 上肉 要我们放什么 要啊 我们拿我要吃那一排 好 好 好 今天这只羊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个部位 反正七种烤全羊总有一种适合 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 关注频道转发投影币一键三连 哇 羊水来了 干杯 卖时卖语节目在全平台都有放送 也欢迎大家去bilibili解锁专属彩蛋